我们都知道,生活不易 在平素,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需要鼓励别人 同时希望受到鼓励的场面和情况 甚至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期待看到鼓励的效果 比如,在家会经常碰到要说服孩子 别玩游戏了,快去做作业的情况 恩爱的夫妻之间的提醒 本来是为了更好的共同成长 反而被误解为指责或者找茬的时候 公司里也会有遇到困难 需要鼓励部下坚持努力的场面 甚至还有需要帮助老板 在采用新方案时做出决策的近况 最近读到了一位日本的精神心理学家的见解 觉得很值得借鉴 我就做了以下的总结来分享给大家 精神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人在接受鼓励以后转为行动的时候 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就被定义为获得中心形 另一种就是回避中心形 这两种类型的存在的事实 其实我们都并不陌生 简单的例子就是 平常在与周围的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 甚至是在夫妻恋人之间 可以发现 同样的一句话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能量 可能达到给予对方很好的鼓励的效果 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 会成为巨大的压力 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反感 甚至是恐惧 这就是不同类型的人 做出不同反应的验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 不断地鼓励下 才会不断地前行 因为这些也是大脑所分泌的激素决定的 那就让我们来好好地理解 这两种不同的类型 掌握了辨别 就可以不断地 智慧地给出合理合适的鼓励了 先说一下获得中心形 它是一种不想错失任何良机的类型 也就是试图获得最大利益的类型 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 失去机会比失败更可怕 所以鼓励获得中心形的人的时候 就要帮他们分析看到各种机会 告诉他们如果不努力 很可能失去良机 他们就因为想获得机会 获得成功而奋发上进 具体地说 用很有正能量的话语 对他们是形成鼓励的 也就是说 他们更希望得到表扬 而不断地成功和顺利 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鼓舞 他们这样的更富有挑战精神的思维优势 容易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机会 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 而相反 他们的弱点是 更容易忽略失败和危险 容易耗大喜功 甚至容易不客观地参加或参与过多的活动 而是精力分散 而对于另一种回避中心形的人来说 他们的本质特点是追求安定感和信任度 是一种在行动之前就要有意识 要把危险度降到最低的类型 所以鼓励的方法是帮助回避中心形的人 把失败的可能降到最小 并维持已有成果的话语 是构成鼓励的 比如说一些否定性的回馈信息 具体的细节上的批判 像如果再不把这点做得好一点 就会失去老师对你的信任了 就是这种失去稳定的危机性的 再努力一下就会维持的话语 却会成为他们的鼓励 让他们从失去所追求的安定感的角度 看待问题 会成为他们再接再厉的动能 因为他们总是处在一种 不断地检查自己 是不是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啊 就是相当于如果不做得更好 可能会失去已有的 这样的出于危险的本能的思维优势 会使他们更容易做出周密的计划 并坚持到底 但是他们的弱点呢 是如果对他们只提机会 他们很可能表现出的是后退 努力去成功的话题 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和不安 这种类型的思维弱点 使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机会 更容易陷入满足现状和优柔寡断 而因此停止不前 所以了解了以上这两种对于鼓励 而反映不同的类型和各自的特点 是不是会觉得再去鼓励孩子 帮助下属 协助老板的决策的时候 就会选择更合适他的言语和方法了 也因此会使交流更顺畅 更愉悦 更有效呢 希望这项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 能真实地帮助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好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